九号密室的这一集 结局是你绝对意想不到的 第一天 爷爷奶奶带着孙子在学习 很显然孙子非常的聪明 第二天 男人穿着工作服要带着女儿米娅上学 说明父亲是一个收入很低的公园 第三天 他们的女儿米娅想要妈妈买一个舞会裙子 但是生活拮据的他们 并不想破费 但是妈妈还是撕下了女儿想要的那个裙子的图片 第四天 一家人有说有笑非常愉快的生活 但是好景不长啊 这个家庭的悲剧正在靠近他们 第五天 父亲在给银行经理打电话 他们的贷款可能要延期了 因为圣诞节快到 第六天 妈妈把零用钱放在一个铁盒里 这里面已经有了一些英镑了 第七天 女儿带着叔叔回家了 他们去报考了驾照 在英国的驾照是不需要驾校的 只要有一个熟练的人帮助练习 然后直接就可以考试了 此时叔叔询问米娅的妈妈 她的儿子现在有消息了吗 妈妈摇摇头 已经很久都没有消息了 米娅妈妈付给了叔叔 报考驾照的学费20英镑 第八天 妈妈在手动给女儿做一件裙子 妈妈是想省下这几百英镑的购买裙子的钱 第九天跳过 第十天米娅的爸爸在工地里受伤了 米娅这个时候知道家庭的收入彻底没有了 所以她主动提出不要购买裙子了 因为她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家庭在面临什么困难 第十一天 这天晚上奶奶正在教孙子做晚餐 闻铃响了 是万圣节过来讨要钱的人 就在米娅妈妈想要拿点零钱打了他们的时候 却发现铁盒里已经空了 第十二天 家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争吵 因为这个钱一旦丢了 他们圣诞节都没有办法再过 而借钱这件事对一个平常的家庭又是很为难的 但是没有办法 第十三天 米娅爸爸还是把弟弟叫过来 但是还是没有勇气张口借钱 米娅妈妈故意找茬他们 说他们没有帮忙把圣诞树给搬到家里 叔叔这个时候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最后他们还是开口向叔叔借了钱 第十四天 他们为圣诞节准备了很多的东西 就在这个时候米娅忽然说出一个消息 就是她在朋友的家里看到了哥哥 一听到儿子的消息 妈妈想要打听儿子的细节 但是米娅并没有和哥哥说上话 父亲也说不要管他了 可见儿子对这个家庭伤害很深 第十五天 女儿米娅的驾照顺利考过了 这个消息给这家人带来了短暂的惊喜 第十六天 就在大家给孙子穿灯带的时候 忽然走近一个男人 孙子第一时间看到了爸爸 立马上前拥抱 而非常狼狈的儿子虽然一脸的疲倦 但是母亲和父亲还是没有任何询问 接纳了儿子的回归 看到儿子和孙子能见面 母亲也流下了眼泪 第十七天 母亲拿出一件圣诞节礼物送给米娅 米娅一看到这件裙子 脸上虽然非常的不开心 但是嘴巴还是感谢了妈妈 很显然米娅对这件衣服并不喜欢 吃完早餐后儿子就匆忙离开了 此时注意一个细节 儿子离开后 母亲偷偷跟了上去 第十八天 叔叔再次过来帮助他们联系了修车公司 因为妈妈在开车的时候撞车了 但是当问及要花多少钱的时候 米娅的叔叔还是愿意承担这个费用 因为他一直觉得让米娅考上驾照是他的错 虽然这次的车祸不是米娅发生的 米娅的妈妈非常感激叔叔 第十九天 孙子在给爸爸看他的小屋 当问到第九个格子是什么的时候 孙子说起了当天发生的事 原来每一件事他都记得 画面回到第九天 那天米娅的哥哥偷偷进屋 然后开始寻找妈妈的私房钱 就在他找到钱 想要拿钱离开的时候 被父亲抓住了 父亲想让儿子不要偷东西 如果想要钱 可以开口要 他们会给他钱的 但是儿子此时已经情绪激动了 他开口就让爸爸滚开 父亲这个时候想让儿子留下来 然后看看孙子再走 毕竟他们已经很久都没有见面了 但是儿子说难道你又想再次羞辱我吗 你们总是在儿子面前说我的坏话 我现在已经成为一个恶人了 这一切都是因为你们 说着就把他的妈妈也骂进去了 父亲这个时候也指责儿子不该骂你的妈妈 说着两人就打了起来 儿子还是年轻气盛 将父亲推到后 又打了他的眼 原来父亲的伤是这么来的 根本不是工伤 所以才没有得到任何的公司赔偿 第二十天 父子终于坐下来好好谈谈 父亲一直都没有责怪儿子 哪怕自己受伤了 父亲都没有告诉任何人是自己的儿子打的 看到父亲如此仁爱 儿子终于把自己遇到的麻烦说了 他在外面认识了一个非常冷血的恶棍 而儿子却在一次赌博中欠了他们很多钱 当父亲想问多少钱的时候 儿子说 我不能告诉你 他上次见到那个人的时候 还被威胁了 如果再不还钱 他就要去找他的家人要了 所以他害怕了 才回家偷钱的 虽然儿子做了错事 但是父亲还是包容了一切 第二十一天 父亲压根不敢睡觉 整夜都在沙发上等着可怕的事情 可见这件事已经让父亲上心了 一个玩具的响声也让父亲惊吓不已 第二十二天 圣诞节这一天 就在全家聚餐的时候 房门被急促地敲响了 此时父亲和儿子两人互相看了一眼 彼此都知道是什么在等着他们 这个时候父亲让家人全部回房间去 等他们全部回房间之后 父亲让儿子在厨房等着 他去开门 这个时候儿子拿起了一把菜刀 也跟着出去了 第二十三天 米娅的父亲在和米娅的叔叔聊天 就聊到了昨天有警察来找他们 询问是怎么回事 父亲就把事情和叔叔说了 原来在上周二的时候 放高利贷的人被车撞了 到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里 而撞他的人到现在都没有抓到 所以才来打听儿子是否和这件事有关 很显然这件事并不是儿子做的 第二十四天 米娅的妈妈已经知道儿子这件事了 她责怪丈夫没有早点告诉她 但是有谁知道帮助儿子解决麻烦的人究竟是谁呢 没错 撞那个高利贷的人就是妈妈 还记得有一天母亲的车发生了车祸 而修车的钱还是叔叔给支付的 那次的撞车就是母亲做的 所以一家人都在保护儿子 都在保护这个家庭 任何一个普通的家庭 在遇到家庭危机的时候 都有可能演变成一个罪犯 按照这件事 咱们先告一颗 我